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党传媒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高黎璇 这十年来 家乡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瞩目的成绩 而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塘能 更是感到平塘荒天覆地的变化 就比如交通方便 狂岛公路 京台高速 以及高铁的建成 都标注着平塘对位交流和合作卖上新的台阶 也使平塘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旅游岛 我们为家乡的富裕发展感到自豪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这十年 敏及相信化发展节目 我是主持人姜婉颖 福建平坛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 从一个落后的海岛 华丽转身为国际旅游岛 十年耕耘 麒麟腾飞 平坛的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旧貌 换新岩 做大做强做优 数字经济 海洋经济 绿色经济 文旅经济 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四轮驱动的强劲动力 与港澳台的交流和合作也不断深化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 香港平坛同乡会会长 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委会副主任高黎雄高会长 来和我们聊聊这十年来平坛的飞速发展 欢迎高会长做客我们的节目 和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观传媒的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高会长 那我们都知道呢 福建平坛呢 就是我们祖国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说呢 这十年来呢 实际上福建和这个港澳以及台湾交流都非常的密切 那么平坛呢 也是发展的不断的这个迅猛 那您能给我们说说 您对于这个平坛这十年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吗 这个平坛这十年的发展呢 主要在国家政策推动下 特别是2011年11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平坛中和实验区总体发展规范 将平坛定位为两岸同胞共同建设 先行先式科学发展的共同家园 在两川商区的战略指引下 平坛形成了中和实验区 自贸实验区 国际旅游岛商区叠加的优势 以前我们回到平坛 第一站看到的是个很大的盐田 现在都变成了高楼大厦了 然后以前的平坛的公路都是坑坑洼洼洼的 现在都是破油路了 两边还是绿色做得非常好 现在平坛的狂岛路也相当的漂亮 以前平坛出道就比较麻烦 又做轮渡 我们经常在轮渡等一两个小时 甚至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 扶招飞到到码头 这个来了台风 我们也住住等到第二天才能登上轮床回到平坛 哎呦等这么长时间啊很麻烦 现在就方便了 现在平坛有两条公路可以进去了 公天两院大球的开通 平坛已经跟全国的铁路联网 现在平坛出去就便捷得多了 嗯 现在平坛到福州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了 半个小时内就能到达了 哦那很快了 身处香港的您有没有经常在回到内地去看一下 回到福建平坛看一下呢 我是在2019年回过平坛 当时看到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 两边竖起的这个路标 路标山几个大字写着 京台高速公路平坛段 当时看到这个很激动 祖国发展的非常快 祖国有个伟大的计划把路修到台湾去 西绿的平坛是海防前线 几率实现的转升 将来会成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第一站 那么作为一个居港的拦极乡亲 高会长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 那么平坛呢也从早年的靠海吃海 来到现在旅游等多产业齐头并进 那在这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以前呢平坛的是个比较贫困的岛屿 困业比较大跟中都有困难 一般是注重地瓜 大部分呢也是以打鱼为生的 改革开放呢很多人呢也除为茂盛 从事航运业隧道业 过往全国有百分七十的隧道 都是平坛能打造的 那其实这十年来呢 平坛的这个旅游业也发展的特别迅速 您能和我们讲一下 就在旅游业方面平坛的一个发展吗 平坛有石排氧啊 龙坤头沙滩啊 很多旅客都是慕名而来的 平坛现在是中国式的马尔代夫 我们都知道平坛的沙滩特别漂亮 上面也经常开展的一些运动活动 以及举办一些就是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 平坛俗称海滨沙滩 逛全国还是地貌假天下 平坛就是它地理非常的优势 不仅成为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的度假村 也成为现今各种热门运动比赛和艺术展览的基地 比如马拉松比赛 沙滩排球比赛 单车比赛 冲浪比赛 沙雕展览等 当然 现在的平坛在国家高度重视下 更发展成为绿色实验区 看着家乡一路变化 发展越来越好 作为平坛人 我们办以感兴慰 那我们都知道高先生 除了是我们香港平坛同乡会的会长 同时也担任了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委会的副主任 那么就在2021年10月国务院是发布了2030年碳达峰的行动方案 那么在双碳目标的愿景之下呢 加快绿色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了各地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而福建在绿色经济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福建在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取得的一些成就吗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福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释放区 绿色发展动力强劲 是全国无一在水大气 广境保护全优的省份 激发绿色经济成为福建发展新动能 我们利用福建独特的地理优势 我省有百分80面积为三优 长年雨水充分 所以我们建设了很多小型的水利发电站 同时福建为沿海地区 分浪很大 一方面我们建设了分利发电 另一方面利用涨涨潮退的水流技术发电 我们有条件实现清洁电能全神覆盖 全神灵烫供电 未来我们希望不仅把路修到台湾 还可以把电送到台湾 是的 那么在过去十年当中 平坦与台湾的交流合作 其实也在不断深化 在蓝台包数从不到20人增加至了3100余人 注册台起数有1000多家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平坦作为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 也是敏台合作重要的窗口 这十年平坦先号开通海峡号 利纳号直航航班 在大陆 税先与台湾主要港号客货直航 依托便捷的海上执行 平坦建立起平坦到台湾到世界物流畅通 跨境电商迅速发展 为了更好的服务台胞就业创业生活 平坦在全国税先胜利台胞生活小区 台胞台起服务中心 为台胞提供一站式服务 平坦还在全国首创 对台湾职业资格采信 让台胞在平坦五差别就业 那么从高会长的描述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去十年当中 我们的平坦确实是取得了 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和变化 那么在这十年来呢 平坦也一直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因因嘱托 敲响奋进古典 平坦认准方向保持定力 联合港澳台桥同胞一道 以蓬勃朝气之势 使向更美的诗和远方 非常感谢高会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